欢迎设定石sir 手机 石sir 是 港股早两天上过去23,300 检验之后又下来了 现在是23,100到水平 是否要等待欧洲央行 看看会否放水 或者看美国就业报告才会动手呢 要等的东西等很多 譬如等到公元三千年 那么长远 意思是明日又等明日 明日何其多 第一 我们看股市永远看 一个是有没有有像花 如果你看到很清清楚楚 有两个东西 第一 你看的不是股市 是 是什么 水晶球 不知道 总之不是股市 你看得很清楚 第二 你可能看错了 是 所以 凡是在股市里面 因为你有卖 有卖 自然一个是看好 一个是看淡 是 所以永远都是一个像目又像花 人人人都看到卖的时期之中 没有人买 那就顶顶跌下去 是 一块包去收拾 人一看到是应该要买入 而不应该沽出 你又买不到 因为人人都息售 因此在这点里面来说 真的不用等了 即使 中国人有一句说话 有心不怕辞 是 不是十月都是拜年市 日日都是拜年市 所以你就看到 你有心有料不怕买 我们加上这个有料不怕买 因为日日都是买股市 亦都是沽股市 因为每日里面 都有上升股票 不是下跌股票 就算以下跌股票也好 在中间的日内 某一段日子 不是说日子 是说某一段的分钟 是 它是上升的 那究竟那个分钟 是三分钟 还是三十分钟 还是三百分钟 看看你怎样去看 是吧 如果年升几天 升到大家 人人都知道的 升到开航的 那当然是很多八分钟 是 我暂时的印象 记得到现在来说 是 升得最长久的那只 是和黄 嗯 买了 铲之后 买了铲之后 说买铲之后 是 和黄是年升了十三日 是 大家试试看一看 好像似乎都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其他股票 可以年升十三日 或者年跌十三日 是 中间始终有一些 可能有调整一下 这样 就是 升到这个十二日 跌了两天 那你也不是十三日 是 是 是 再跟着之后 说之你再升回去 这个又不是六十日 60日 超过十三日 或者这个又升到十二日 那你中间又一天两天 是打烂猜拨了 跌了 是 所以都是 起来这些明明没有什么问题 人家人家股票 每次都会升的 真的 你买那几天 就刚刚买完之后 它跌了 那嚇到腾鸡又出了货 是 那就对不起了 是 所以 是 有心不怕辞 还有要说 有心有料 不怕 股市是怎样的 升升跌跌 始终 是可以买入的时刻 有股市刻 是 傻水看一词 就是来到那些二万三千一 又是这些尴尬位 那 应该看上去看下的 机会大一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 很简单 我们这里经常都说 有个地板和有个天花板 是 到天花板 你要求它升上 上面那一层 是有些困难 是 你到地板 你要求再跌多一点 是有些困难 那我看了一个图 好 好 那图 去到天花板了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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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不要太寄予厚望 如果有破了某些位置的话 例如好像破了今天的低位 如果明天破了今天的低位 我想你应该要出货 因为你会见到 在这里 是出现了有三个跌市 是 如果今天又跌的话 那就是三只烏鸭 所以如果今天 三只烏鸭 你都不用想 明天应该 以技术走势派 一定是沽死你的 哦 至少好像这里 你看到三只烏鸭 即是第四只 之后才升 真的升回 这是假东西 所以你就从这里来说 看看这个 会不会像今天那样的发展 好像这个耳朵 那样的发展 跌了下来 然后再跟着 握一下力 哎呀好啊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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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这样 是 那无论如何 因为现在已经去到 保力加通道顶 那这个基本上 在短线的波动范围 是应该有点阻力的 是 都无谓了 讲这么多了 我们很早在这些位置就说 啊到通道底了 即是到地板了 不要太悲欢 上到这些之后 我们应该说 啊快到通道顶了 不要太乐观 在这些位置的时候 不是说你一定要沽货 起码去到这些位置之后 不是太适宜加重住 是吗 是 好了 那些指数 又是通道顶 上证指数 哦哦 跌了下来 深圳成为股指数 又跌了下来 Dow Jones 你说到了通道顶了没有 基本上是 是吗 是 你看看差在有一天 它就顶顶地跌下来 究竟它是用这些方式跌 要是用这个方式跌 我不知道 是 总之就是它要调整 下回这些位置 才可以再有一天看 好了 接着之后 当然要去看看美匯指数 美匯指数 美匯指数又是 是差不多了 美元来又 怎麽麽聰明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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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美元都日圆 哇 突然之间大发神威 是 由这裏就湧上去 高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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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那裏的时候 又是等深 到现在 没什麽我说 是 始终你都去到天花板 那你说 不是 它可不可以破顶 可以 下一转 为什麽呢 因为如果它真的要破顶 你有些很特殊因素 它才会破顶 是 那现在暂时看不到 是有什麽特殊因素 所以为什麽 你要等到有特殊因素出现 那是否应该下一转 是 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很简单 就是 世事 是很简单 世线无战事 门道理抽筋 日日如是 是否很简单 是 是吧 不过就是 投资者业实是一样 很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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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记住 山雨欲来 封门流 是 是 那 这个还说 你会有风 其实 真真正正 有风有雨 指指示 是 是毁业的 是叫一滴风都没有 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将会看得到 那 我对的仇事 不会很悲观 不会很悲观 因为很多基本因素 是 是 是 就知道 挺好的 是 挺好的 起码阿爺已经知道 要托事 是 是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阿爺都知道 不再给你吃苦茶了 是 给你找一粒瓜影子 还没去送送咀 他都没理由不去另程 是 看回港股上次 刚刚上二晚三天三 其中一个消息就是说 定向降准 会带动内人股 你觉得定向降准的威力 是否真的那么强大 定向降准的威力 是否强大 就是很简单 你说减息的威力强不强大 减息威力强大 减息威力强 强 也未必一定很强 那就做作强强的 是 是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不要要求有太多 你只要再记得 我需要早点持了钱 去賣股 因為如果不是完結後的時鐘 很快就已經升完完完 就是這樣 在這一點來說 我們試看看 所謂的定向降準 是什麼 首先大家一定要看 什麼是定向降準 準是叫存款準備金率 在2009年時之中 2008年時之中 所謂的存款準備金率 是十幾個百分比 意思是 你不會有100元進來 但會有十幾個百分比 叫你要收起來 不准借出去 為什麼不准借出去 因為一些人可能來提款 可能拿錢 可能要做那樣的事 賣禮券也好 去送禮也好 都要拿自己簽出來 要求要有資金的流動性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中國人不是這麼多checkbook 送禮 中國人會怎樣做呢 現兜兜兜 真是拿一隻雞給你 還要綁不住腳 那些人會秤住兩隻雞 都會這樣給你 是吧 因為這是一個習俗的問題 我們的確 我們不是用那麼多信用卡 不是用那麼多支票 是 因此 我們一定是用現金 做交收 是 同一時期之中 銀行 又收到存戶的錢 又有存錢 銀行一定有錢 是多了存錢 不是少了錢 就存錢 是多了錢 這樣才會累死 因為人家說 我不太喜歡這間銀行 對我的服務還沒叫 我要夾銀行轉去月銀行 那月銀行突然間就多了錢 夾銀行就被人被提款 是 是 現在很流行 即是被旅行 是 即是被提款 你被提款之後 那你銀行那裏 你少資金營運 所以很多時候 現在銀行就要看 他們那些基本客戶 會不會拿錢走 是 拿錢走可以這樣 由A銀行 到B銀行 只好B銀行 就說 我給你多0.01% 他想一下 兩間銀行這麼高 這麼大 給多一點點息 就搬了過去 是 那你其他銀行 就給他搬走錢的那個 就會很痛苦 突然間 你的東西不夠錢 支持他 是 那你要靠什麼 靠中央 向你降準 降準就是降低你的 要扣起那一部分 不准多去投資 不准再去翻借 那一部分的錢 是 降低它 那降低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呢 這樣 降低第一 一定大家開心 又可以借多些出去 是 大家開心之餘 一定不小心吃一餐 一定會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零售 會好少少 當然會好多少 又要看其他環境配合 如果以現在的定向降準 和以前 207年的對比 未曾有要打老虎的對比 這個人已經炒到翻天了 是 不過現在就不是 哎呀 是沙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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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效用 辣烈烈烈烈 是 它是 它真真正正的 起了這麼少範疇 它沒有作用 如果遲些 它所有的定向降準 都集中在那個地方定向 是 開一下多些 開一下多些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 所謂的特殊貸款渠道 是 那些人就會找得到 這裡專門做微小企業的 這裡做微小營業的鐵工廠 就做這裡 是 我不夠錢的話 即是中小企業不夠錢的話 可不可以 即是說 那些大一些 你會拿錢呢 不會 因為我這些不夠錢的 通常都是很小企業 是 那我就會向一些小的銀行借錢 或者在大銀行裏面 它設有一個小的攤位給我借錢 是 爲何爺爺要搞定向降準呢 如果他一開始全盤都是的話 就出現了一樣東西 肥到穿不到襪的人 都出來搶東西吃 都搶錢的 那現在爺爺自己的需要 我們真的要給錢 窮的那些 有需要的那些 是 肥到穿不到襪的人 就不需要了 是 減一下 那現在呢 你去到那些這麼小的時候 中間一般是小微企業 是 還有農業 那這方面呢 你的錢可以借向那裏 是 他亦都意思說 如果你想定向降準之後 你借錢給這些機構時 你那個本金等等一樣東西 就可以用這個方程式來計算 是 那是不是銀行著數了呢 嗯 至於是有幾大的是 是 使得那些企業 能夠再向銀行借多些錢 而不使到 以後是拿到一身債 是要破產收場的 是 銀行要做的事 當然也會出現企業要做的事 大家都要做的事 嗯 我真的不知道 借給這個 A的小企業 還是B的小企業 還是C的小企業 沒有所謂 是 總之你是小企業 那你就需要按照一些條款去借 是 是 為什麼按照這些事 給小企業是重要的 因為 中國都是認為 這個 小企業入面 是請到最多的整體工人 他想像美國一樣 是 不過其實暫時不行 為什麼呢 又不只說小企業要借錢 大的企業 中期企業也要借錢 因為他們經過這麼多 什麼反物反之後 真的沒有什麼錢 是 沒有什麼錢的話 就需要借錢來發展 在這點裡面來說 大的小的都在小項目 你要做的話 那大家是否可以鬆動一點 是 如果我們找得到 不要只是在購物場那裡的人 才可以鬆到錢 而是購物場外 大馬路等的人 都是感覺是多錢的話 他就肯花多一點 是 就是這樣 如果給他感覺到 不是的 都是大圍環境不好的 我現了積穀房機 這樣就慘了 你省我省 人人省 是 那有什麼呢 你省了 你不出去吃下午了 自己帶飯 是 做下午的 少了個飯盒 是 你又不喝奶茶了 你的公司沖 是 又少了一些 又加起來 你可能最終 你又找得到 我這個月都沒什麼花錢過 當你這個月都沒什麼花錢過的話 作為在中國一個消費業的社會裡面 開始上去這樣做 就是死火了 是 一人都不消費 即是沒有錢扔進來 是 美國絕對不是 美國是說 我先消費了 是 這個很不同 好了 定向降進 其實就是局部地方放進 我們就這樣看 不要以為這個放進是沒有東西的 再跟著下去 我們看看將會怎樣 最主要就是要支持大中小企業的微寬發展 再跟著要搞定外壞障問題 有些社會融資 和同業借賊方面的利率 還有一些就是盡量一些資金方面 清理它 是 為何要清理資金它 因為有時候 起有些東西 你有很多的 是等等等等等等等 借了錢之後 透過姨媽姑爹不知道什麼 借錢的時候 就會看到 這個數目不能追 是姨媽的 這個數目不能追 是姑丈的 即是永遠不用追 做了壞將 是 到時你怎樣做 就是通過這些渠道 將會找 由於這個是選擇政治做事 當然是有持有控 是 有扶有控 是個別地針對的 這個叫做打Smart Bond 就不是無人機這樣 或者這樣 啪一聲的 轟炸機 是炸彈扔下去 好像無人機 偵炸機那樣 我只是打理這個目標 就是打理這個目標 還有就是 貸款審批效率 為何可以得到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借一輩子 借三毛錢給你 是 那我需不需要你捨借它 沒有 譬如你又借三元給我 又沒有要求我捨借它 是 不會 是吧 不是你信不信用我的 這麼小的數 唉 豪欺 是不是 不是豪 你還有一件事 嘩 快手 總要 他借三個豆領給你 你還去談 是 借不借算數 好了 阿爺說要借錢 給小微貸款 或者攝農業的貸款方面 值錢的東西 你看一下 現在這個表 哪一間銀行借錢 比農業方面借最多 有龍字頭的那些 是啊 農行 重農行 重慶銀行 這些就借多些 是 是吧 信行 中行 小行 這些 總之就是說 沒什麼所謂 我都這麼大 我要借給這些大企業 大企業的話 自自然而 我在借給小企業那裡 就會壓縮了 因為你借給大企業 可能借一百幾億 是 借給小企業 借一百幾十元 那你便要 成億個小企業 才抵到一個大企業 是 那個貸款的東西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自自然一定會這樣 好了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不好處 我們看看 我們首先看 不要看我們說好不好處 又不要看你們說好不好處 我一定相信要看 翻鬼路的證券商的推介 這個不推介 好了 我們再看 瑞銀 預期反映正面 麥格里 這個並不是因為舊市 而是填補資金流入的方案 那 起立的情況之下 令市場更加難預測 他就說難預測 他就說難預測 那大和就認為 他預期在7月的整體降準 他會認為是整體降準 我永遠不相信這件事 不會整體降準 是 減了全面 金流入的市場 是各部降準 或者減低人民幣的負面影響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人民幣曾經之前是升了很多 使出口時之中 匯價便貴了 匯價貴了 你便要用息口便便宜一點 這件事是否這樣 我覺得不是 降準只不過是應付國內的需求 瑞銀認為雖然整體降準 可能性減低 你看到瑞銀就是 整體降準會減低 大和認為降準會增加 大家各有各解讀 所以不需要太擔心 你都一定猜得對 因為一個是有益 一個是沒有益 你是說得對 所以一定是這個預期 當初減慢的時候 整體降準 現在的機會大約在初秋之間 我個人覺得 不要相信會是整體降準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不一天搞定外懷賬 是不會整體降準的 到會搞定外懷賬的時候 就會成功了 你搞定外懷賬之後 這個要多久呢 起碼都是三、四、五、七年 美國的赤字可以何時解決呢 永遠解決不了 所以我告訴你 解決這個中國內懷賬 所以三、五、七年 其實已經是挺樂觀的 因為有了A懷賬 不代表今年借出去的 不會變成B懷賬 是 最近後年那些 又會有部分懷賬 原因這件事 中國貸款的把關 很多時候都是 這個是自己優利的 很鬆手 這樣就OK了 是 若然竟然有這個人物的關係 還要說 以後所有貸款 一定會有爆破可能性 所以這個 大家去看這個降準的時鐘 你會認為 是 這個是的而且確 的而且確 是利好股市的 但是 你要求那個降準會全面做 我估計有些困難 是 因為 阿爺要搞那個降準 全部拉起了 那個存款準備金率 是為了 你們這班 要講一下 是 衰仔 是 搞股造怪 所以我就要怎樣 你不肯做事 阿爺就幫你做好任何事 是 明白了 今天謝謝鎖Sir 好 想重溫鎖上手機的內容 歡迎登入HKET.COM的短片區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